跳街舞大家都认为是年轻朋友的活动 在沙路竟然也有阿公阿嬷跟上潮流 沙路的六路社区邀集年龄总和超过2000多岁的银法族 组成六克拉舞团 长辈们跳的就是时下流行的街舞 尽管刚开始练舞的时候 不少长辈们没有办法顺利跟上音乐节拍 但靠着一次又一次的辛苦练习 不但成功凝聚团队默契 精彩的街舞表演 也获得今年红道老人基金会的邀请 将在21号登上台北小巨蛋来演出 穿着整齐化衣的团队服装 长辈们跟着音乐节奏舞动肢体 也展现出不输年轻人的热情跟火力 他们是来自沙路六路社区的六克拉舞团 尽管成员们全部都是由60岁以上的银法长辈所组成的 但跳起街舞不但架势十足 更十分的乐在其中 九十的来改这个真好 就跟我们在运动的小 运动的骨头比较不丁 很快乐 不动工很轻松 为了学习不一样的才艺 这群年龄总和超过2000多岁的银法族 选择挑战时下流行的街舞风格 而尽管在刚开始练舞时 有不少长辈们无法顺利跟上音乐节拍 但是靠着一次又一次的辛苦练习 不但成功凝聚团队默契 精彩的街舞表演 更获得今年红道老人基金会的邀请 将要在21号登上台北小巨蛋演出 让他们是欣喜万分 就尽量打出户外 来人像我们要来小巨蛋 让我们全省大家这些老的看到 会对我们感觉 说哦 怎么这么老的看 是要跟这个少年的 比较少年的同样 甚至那些老的都 过去都跳那些图红舞 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跳得突出的 比较不一样的舞 所以说这些慢慢地 把这些中部的感应鼓励 让他们一个出来参加 动作的话会设计的比较简单 尽量不要膝盖要蹲的动作 因为老人家的膝盖会比较退化 所以他们膝盖都不太能蹲 所以我们会强调在上半身的动作 会比较多 就是手的伸展的动作这样子 跳脱传统老年人的刻板印象 六颗拉舞团也特别在日前录制影片 记录下精彩舞姿 而他们也期盼透过自身的经验 分享活到了学到了的热灵精神 来鼓励更多的引发长辈 一起走出户外 享受老年生活 这就陈伯瀚台中采访到 부터追uf老年生气 你说你更太重 beating 我知臍了 我类别小伙访本集 没着眼睛